各位朋友,大家好! 下面我跟大家讲一个 流传在清朝时期的爱情故事 叫做金石园 金石园又叫做金石园传传 作者不祥 缘书的罪文 书名静调主人 书没提名 省齋主人重录 至于静调和省齋 当然不知道是什么人 清代这本书曾经过多次刊印 比较早有乾隆14年的同姓唐本和文取唐本 有嘉兴21年的英德唐刊本、咸丰刊本 我们现在要讲的是 依据同字刊本的金石园 在讲这个故事之前 首先跟大家念一首诗 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摩愿天公 总似乾坤 握化拳 这两首诗 是说人的恩怨富贵 贫穷落难 都不是人力所为 无奈世人 无奈世人 终归不明白是理 见人一时落难 立即退分绝交 即使以前一团和气 马上反面不认人 谁知人 谁知人家时来运转 忽然富贵 他又回头靠回人家 所以古人说得好 三年富贵 轮流转 足以见人心 所以大家不要因为 眼前的一些利益 而不算将来的后果 至于女子 一定要重视品行 男子娶妻 一定要娶妻 不要计较妻 不要计较老婆的样貌 正所谓 娶妻求淑女 只有妻子是妻妻 将来才有可能成为良母 下面我跟大家讲的故事 是一个赖婚的故事 也就是定了婚 见人家落难 又反悔不肯嫁的故事 话说江南苏州府 有个少年简缘 姓甘 名贵 豪燕鸣 父亲官为参政 因为朝中奸臣当道 正直难容 所以早早解革归田 母亲白氏 自从生了燕鸣之后 身体散弱 就没有再生育了 燕鸣因为是个独子 所以十六岁就和她 成了亲 娶妻王氏 这个王氏才貌相传 夫妻两个十分恩爱 燕鸣十七岁的时候 就生了个子 这个儿子 这个儿子 生得骨兽神清 苟燕鱼玉 夫妻两个都不知多疼 这儿子 取名叫金玉 智云晴 云晴天生聪明 过目不忘 六七岁就有神童之清 话说燕鸣 话说燕鸣十八岁上顿学 二十岁乡市 就中了解缘 三步联节 喜事不断 都不知多高兴 这个时候 燕鸣的老婆王氏 又生了个女儿 叫做玄姑 几年年底 燕鸣正在收拾行李 打算上京参加回事 怎知她妈妈忽然病重 到了二月初十 就过了身了 没办法 燕鸣只要在家里守校 古时候 父母过了身 做儿子的 要在家里守校三年 眼看着 三年期满了 怎知她老婆参政 因为夫人过了身 悲伤过度 亦一病不起 病了两年 亦就相继过身了 燕鸣夫妇 跌遭空便 同无日心 居桑尽礼 就这样过了六年 才復完孝 继续时间 来考试还有一年 于是 燕鸣就在家里 读书教仔 等待第二年的会试了 话算 在苏州的窗门外 有一个财主 姓林明旺 自攀跪 那些人都叫她做 林如矮 林如矮的老婆张氏 为人最细利 他们两夫妻 生了两个女儿 大女儿叫做外珠 今年才十岁 有沉如落眼之容 碧月收花之茅 琴其书画 洋洋正通 歌父诗词 逢让都晓 可惜就是品性轻浮 为人黑薄 父母因为她有才有貌 将她当成珍珠宝贝 那样 决心要找一个富贵相传 财貌区阶的男子 才应许亲 所以林元矮 尊重以炊炎附世 结交官曼 想在官曼人家中 选一个杀传女婿 无奈她是个臭财主 那些官曼人家 哪会跟她结交啊 所结交的 无非都是牙官学师 举人共生生监之女 心想 如果在这些人中 遇到一个将来要发达的公子 跟大女儿结亲也好 对了 为何臭财子 被人看不起呢 原来中国自古 就是一个封建社会 仲龙兴商 商人虽然有钱 但没有社会地位 话说这个林元矮的第二女 叫做素猪 个样生得麻麻的 这个素猪 世爱猪四岁 教她读书的时候 林元矮就说 女孩子人家 懂得这么多字做什么 将来学些斟子 或者是学职步 这样才好找人家的嘛 父母因为第二女 才貌平常 想着将来都是嫁个耕田佬 所以就没有把第二女的教育 放在心上 真是偏心偏答啊 这一天 林元矮偶然在外面行逛 特指素舟虎 来个学师 今天上任 说 这个学师 是徽州虎人 两绑出身 于是 林元矮急急 回家 换衣服 出城迎接 第日学师 免不了 要来回访她 是的 那么这个学府 学师 又是什么官职呢 学师 就相当于 当地的 教育机构的一把手 多数是 尽时出身 由朝廷直接任命 这位学师 姓金 名 素仇 浩成齋 和金燕音 是乡榜童年 因为同姓 又是童年 他们中了榜之后 就结为兄弟了 这个金学师 连连接报 连在三甲 如今被选为 苏州虎学的教授 他一到苏州 就先去探燕音 然后来看林王 林王有心跟他结交 正直远中 卯丹盛盛开 于是就发请帖 请学师来赏花 因为想到 燕音 是他的童年兄弟 而且是少年解元 将来是发达的乡身 正想着结交他 于是也发请帖 请他来陪学师 那天 学师和燕音 大家都来到林家花园 喝了半天酒 喝完酒后 燕音回家发请帖 请学师来家吃饭 随即也发了一帖 请了林王来双陪 算是还个礼给他 到商约那天 到了商约那天 学师和林如爱 两个人一起来 喝完茶 学师就问 听说灵宅已经长大成人 今年几岁呢 燕音就说 十岁啊 学师就说 听说燕宅六岁就有神童之称 现在应该更加不得了了吧 何不如请他出来一见 燕音就说 嘿嘿 你应叫他出来拜见的 只不过小子无知 恐防失礼 得罪尊掌啊 学师就说 嘿嘿 什么话 自家兄弟而已 不用见外的 听他这么说 燕音就叫人 把我儿子叫出来 拜见伯父了 然后又叫他拜见玄爱 林玄爱也见云情 生得微青木兽 美如冠涌 就已经十分钟意了 又见他十岁大的小孩 见到客人彬彬有礼 行完礼之后 就去燕音旁边坐下 学师问他的 京士文字 他就站起来对答鱼楼 等到坐直吃饭喝酒 又跟着他老爸送酒送直 坐下之前 又向在座的各位作一靠座 总之林玄爱 越看他越喜欢 喝喝酒 燕音就送饰盘行令 学师有意要试下云情 故意说些疑难的走投走底 所谓走投走底 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文字游戏 对了 搞到那个林玄爱一头无水 有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哈 反而这个十岁大的云情 说得头头是道 高兴到学师大赞 他说 奇才 奇才 奇才啊 将来的功名 必在吴贝之上 神童之清 火焰明 不开全 林玄爱 林玄爱 见到云情举止言行 应对如流 已经觉得很惊奇了 又见到学师 这么赞赏他 才知道云情 的确是一个财貌相传的人 而且他老爸是个解缘 将来必中尽事 运程的文财那么好 科甲定然有望 年纪又和自己的大女儿童年 将个女儿 许配给他 豈不是一个成龙快婿 林玄爱的心想到这里 也不知多高兴 但当面又不好意思说出来 散了直回家 林玄爱 就在自己老婆张氏面前 极口称赞话 禁解缘个底 才貌十足 将来功名 必然远大 年纪和我们的大女儿同更 如果和他结亲 真是一个成龙快婿 需要甲组派人去撤盒 不要错过才行 想起来只有金学师和金解缘是最好的 他们是童年兄弟 谁都要求她去做梅才行 她老婆一听就说 我们的女儿财貌相传 怕没有好女婿 原来 你又用什么急 我听说金家 虽然说就是说做官 但家里很穷 解缘中了之后 父母相计过身 不能连科夹帝 看来她的命运都是妈妈 她的儿子好就好了 但年纪那么小 怎知将来大过得如何 不要一时许错了人家 后悔莫夹 照我看 等那个盐中了顿时 再说也不像 怎知林玄爱一听就说 老婆你这么说就错了 她如果中了进士 又有个那么好的儿子 怕没有官还人家 和她对亲家吗 还肯要我们的女儿 原来的老婆一听就说 原来既然喜欢了 那就由得你了 不过你要给一个做官的女婿给我的 如果没有出息 我的女儿是怎么也不会嫁给她的 林玄爱就说 这个请你放心 这样的女婿 如果不做官 都没有人会做官 第二日 林玄爱就特意去学府拜见学师 求过去金解园家 和自己的大女儿做媒 学师口头虽然答应了 但是心想 我那个侄子 这么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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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要找个财貌相传的女子 才配得起她 不知道这个林玄爱的女儿怎么呢 嗯 要派人仔细了解清楚 才好做媒啊 于是学师就派人去外面茶房 谁知林爱珠 才女之名 早已在合院人尽皆知 即是因为她老爸是个臭财主 哎 香患人家 不肯和她对亲家 平常人家 她老爸又不肯把女儿 许配给人家 所以 那女儿现在还代字归宗地说 学师打探清楚之后 就去金家 極力地撤合了 金家也向你听闻过 林财主家的大女儿 才貌相传 于是就满口答应 了 学师就当面去回复了林家 林财主立即将大女儿的八字送去 金家也不占卜 担了十月初四这一日 黄道吉日 张张就就这样 准备了一副礼 和儿子立了平 林家回合也十分齐整 订了之后 燕音就担了十一月二十 上京参加会市 林家知道之后 又准备了礼物送行不在话下 燕音上京之后 到了会场 文章得意 放榜告中了第二名回复 电视之后 本来已作状元 但是文章里头犯了时忌 参加电视犯了时忌 对吧 皇帝会将它怎样呢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